这几年中国的汽车品牌在东南亚市场都有很好的表现 例如说印尼的五菱汽车 泰国的 MG 还有马来西亚的吉利 因为这三个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的市场表现都很出色 因此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品牌都想要进入东南亚的市场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即将来到我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 来看看有哪几个你对它们有兴趣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奇瑞 其实我相信奇瑞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奇瑞是最早期进入我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 只是在之后因为中国的策略转变 所以它退出了我国一段时间 但是最近呢 原厂大张旗鼓地打算回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他们在马来西亚已经设立了公司 并且已经跟一个神秘的伙伴谈头了合作协议 未来他们将会以马来西亚作为主要的生产基地 而以泰国作为主要的电动车生产基地来进军东南亚市场 根据之前我们向奇瑞的原厂了解 马来西亚市场已经确定有三款新车会引进 第一款是瑞虎7 第二款是瑞虎7 Plus 第三款则是欧摩达5 其实三款车都是SUV车型 我们也有向原厂了解 他们表示目前在东南亚战略 都是以SUV为主并不会引进四门房车 而其实我个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瑞虎8 Pro 也就是或者叫做瑞虎8 Plus 因为它在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叫法 我对这款车是非常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从目前中国这个媒体试驾的影片来看 这辆车的综合表现其实都不错 而且它的质感舒适性跟底盘的表现都有一定程度的水准 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内装 我觉得它的内装设计已经不输给一线欧系大厂 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有兴趣 而且它的1.6L 的涡轮增压引擎 你的动力也非常的出色 所以大马力达到了197hp 峰值流力表现290Nm 它只是1.6L 的排量 有着这样的表现非常不错的 而且G7 这款车会以CKD 的方式翻售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 第二个要来到我国的中国品牌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在中国之所以出名 就是它的混合动力跟纯电动的领域是走在前沿的 而据悉呢目前原厂同样的也是大上其谷打算进军我国市场 而且这个比亚迪会在本地引进电动车 而不是混合动力车款或者纯内燃机的车款 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已经颁布了这个电动车免税的政策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决策 而且据悉比亚迪会在本地引进这个Vacuum Charging 的这个充电功能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停在充电盘上面 它就可以为车子进行充电 这样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方便的 只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比亚迪在本地的完整市场策略 这一点也要通过原厂之后的官方公布相经才知道了 但是已经可以肯定是它一定会来 因为它已经在本地的招聘网站上面 公布了他们的招聘信息 如果你有兴趣在这个比亚迪工作的话 你也可以去印证一下 第三个要来到我国的中国汽车品牌就是MG MG 其实是一个英国品牌 但是被中国的汽车公司收购了所有权 所以现在它变成了中国品牌 而且这个品牌在泰国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跟泰国当地的企业合资在中国设厂 所以它算是半个泰国的国产车 价格方面有优势 因此也受到了泰国消费者的欢迎 我个人觉得MG5 还有这个MGHX等等的SUV车型都非常的出色 而且我们也曾经在高速公路上面 遇到无伪装的MGHX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会来到我国 而且几率非常的高 值得一些的是 之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成畅集团官网上面 发现了神秘的MGHX 页面 所以我们怀疑 MG未来在马来西亚代理就是成畅集团 而且实际上成畅集团在越南也是这个MG汽车的代理 所以他们会不会顺便在马来西亚做这个MG的代理呢? 值得期待 不过目前为止 官方依旧没有公布任何的详情 我们继续等下去 第四个要进捐我国的中国汽车品牌 也是已经在马来西亚公布了招聘信息 它就是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是中国最大的其中一个民营的汽车集团 它旗下的品牌包括了哈佛 欧拉 坦克 卫派 等等 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它的车款 尤其是哈佛H6 这款车是中国的SUV销量冠军 比起这个吉利的博越还要出色 而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原厂已经在本地测试非常多新车 例如说欧拉好猫 哈佛初恋等等都已经在本地市场看得到了 而且其实这个品牌跟本地的演员也非常的深 因为之前在GoAuto的代理下面 他们在本地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新车 例如说H1 H2 还有这个H9 旗舰SUV 但是因为这个推广力度不佳 所以都不了了之 而GC这一次是这个长城集团亲自入驻马来西亚市场经营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混蛋们的鞋一样 他们自己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经营他们的业务 而且同样的会以CKD的方式在本地贩售新车 具体首批贩售的会是欧拉好猫 之后像是哈佛初恋 哈佛H2等等都会来到我国市场 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还是坦克300跟坦克5版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消息坦克系列会不会进军我国 但是初恋跟H2其实也不错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最后一个要讲到将进军我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平台就是武林 在之前已经有网友在这个道路上面看到武林mini EV在我国 所以他们怀疑这个是不是要进来我国市场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因为之前根据本地的财经媒体呢透露 成畅集团正在跟着一个武林集团洽谈 他们将在本地引进新车 所以我相信呢未来在本地看到武林新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重点是目前武林汽车呢在印尼是有升长线 所以他们很多车款都有优价的版本 优价版本要引进我国市场 基本上已经打通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只是接下来比较好奇的是 他们会不会选择在我国CKD CKD的话这个价格方面会有优势 当然后勤也会有保障 但是希望如果成畅集团真的谈成这个合作的话呢 可以好好地进步这个after sales 因为零件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个人也非常期待武林的车款进军我国市场 因为武林在中国一直都主打性价比 那么它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会不会有性价比呢 另外如果mini EV可以引进我国市场 并且配上一个非常合理的售价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碰仓 实际上要进入我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 也不止上面5个 像是长安汽车还有其他的品牌 其实都有这个计划 但是因为这些品牌进入我国的详情都还不大清晰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提 如果接下来我们获得的新的消息 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大家觉得我提到的这5个中国品牌里面 你们最期待哪一个来到我国市场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